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双雄》 催眠师大展催眠神迹 催眠真的这么厉害吗? 双雄是一部比较经典的香港电影 很多人观看影片后都被震撼到了 尤其是里面的催眠技术 更是揭开了一个神秘的领域 让观众为催眠技术感到惊奇的同时 也从侧面说明了心理犯罪的恐怖 双雄主要讲述了自负能干的警员苏文健 因一起重要案子 与正在监狱服刑的催眠师黎上正打交道 警员苏文健被黎上正催眠后 盗走了被保护的南非钻石 苏文健在寻找钻石的过程中 发现了催眠师黎上正的秘密 原来他不是一个坏人 只是其妻子和儿女被黑帮老大要挟 才被迫使用催眠术盗取钻石 在得知真相后 一警与催眠师相互协作 开始了与黑帮老大斗智斗勇的故事 这部以心理犯罪相结合的催眠影片 上映后获得了一片赞赏 尤其是片中演员精湛的演技 更是获得了一致好评 吴振宇饰演的黑帮大肖欧阳瑞 满脸是戏的吴振宇来演坏人相当精湛 正一剑饰演的警察苏文健 静雷饰演的催眠师的妻子 他们在剧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而作为整部剧的灵魂人物催眠师 是由黎明扮演的 这个角色被认为是黎明再次翻身的一个角色 他很好的诠释出了催眠师一阵一邪 进退两难的心理 无论是肢体语言还是神情 黎明演的都很到位 他略显咖啡色的瞳孔 使他的眼睛看上去 那么的单纯又充满神秘感 很好的贴合了催眠师这一神秘的角色 他每一次眼神的变化 都能够很好的诠释出 催眠师这个角色内心的纠结 痛苦的抉择 以及拯救家人的坚持 把催眠师眼活了一般 这部电影之所以给观众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 一方面是演员精湛的演技 有条理的剧情 良好画面的呈现 但更为主要的是这部电影没有随大流的剧情 而是另辟蹊径 用懂催眠的人来作案 让故事变得更加有意思和充满奇幻 符合大众对于未知东西的好奇 同时又加入了精神分析的成分 让整部剧情更加的有味道 从一开始黎明扮演的催眠师催眠了警员 从而倒走了钻石 道征一剑被审 重复黎明给他催眠时说过的话 到最后黑帮大佬被催眠 催眠被贯穿了整部影片 无论催眠技术是否让人幸福 但是通过催眠 都把人的内心心里很好地暴露了出来 让观众看到了催眠背后的故事 就像是影片中所讲的一样 人在完全清醒并且意志坚定的时候 是不会被任何人催眠的 但是真正的生活中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伤口 都是戴着面具来生活 用面具来掩藏内心不可告人的一面 一旦面具被揭开 伤口展现在人前 也就意味着你被催眠了 其实影片从侧面告诉了我们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脆弱的 需要保护 保护心灵最好方法 不是你戴的面具 而是需要爱的力量 爱可以化解一切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2 3 4 7 感谢观看